记者曾维珍台北报道,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今审查行政院办军人年改草案,国民党居然要求政府停止军事采购,在国民党团不断拖延杯阁下,终于在民进党团守护住主席台下,于下午2时50分开始宣读条文立法院国民党团为杯阁审查军改草案,上午透过程序发言杯阁三小时后, 在主席王定宇要求议事人员宣读条文时,一拥而上痛凹议事人员王健壮立即宣布休息,下午1时进行大体讨论,不过国民党则自被麦克风与音箱干扰自家人的发言,待所有登记发言立委都发言完毕时,民进党团所有立委团团包围主席台,避免国民党立委在上前干扰。 终于在20.50分开始宣读条文,王定宇保证,一定会逐条讨论,不会包括审查。 包括各在野党提出的修正动议,光宣读条文就将近三小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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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